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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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最大的问题不是一个整体情况的下跌 只不过因为其实有了全部的基本初级教育 免费教育之后 其实全部的同学都要学习 其实就筛选的机制没有了 对某一部分的同学来说 学习英文或者是一个他们的 其他同学都未必有足够的支援 都相信如果有不同的学习方法 可以帮到不同的同学的话 其实同学的学习水平应该可以维持到的 其实近年来很多老师都不断地 尋求一些新的教学法 其实教育局都做了很多很多的老师培训 相信现时的教学团队 尤其在津贴中学的教学团队里面 差不多全部的老师都经过了他们的基准测试 对一些不同的教学科他们都是认识的 不过限于尤其在中学的课程和课时 其实有限制的 无论学校怎样增加课时都好 在一个语文训练里面 如果学生不能够有足够的exposure 其实很难给他们有很好的操练的机会 我想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学习方法 如果可以在电子学习方面 配套到老师的教学法 而且在课程里面可以好好地认识的话 相信那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都会更加好的 TUIG让我知道的就是除了一些academic competency之外 这个课程也可以知道学生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 我相信对学生进入workplace是一个很肯定的作用 从TUIG得到的资料可以知道学生 其实我们都可以和他看回 如果真的考考DSE的时候的reference level 去到哪里 我想这个对我们教学上面 也是很有用的 相信前线的老师对学生考完TUIG的成绩 以至如何帮助他们 如何为学生准备DSE 都是很有用的 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为学生做生涯规划 我们前线老师对香港最近做的qualification framework 都认识越来越多 我想如果可以除了DSE 有一些不同的reference 让学生知道他的英语能力的话 TUIG在qualification framework上面 都可以有他反映的角色 其实美然的同学本身 直接升读大学的机会率是大的 不过其实以后的世界 其实一个University degree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可以保理 一定可以成功的入场卷 其实学生要不断地学习 在中学的阶段也希望可以认识到自己 对香港东南亚或者整个世界的关系 令他们可以更加好地建立自己的目标 也可以在全世界的沟通里面 都扮演一个好的角色